鏡子練習 第一天 愛自己 愛自己無比重要 鏡子練習可以幫助你建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關係 你和自己的關係 開始進行鏡子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實在太簡單 甚至太蠢了 接下來的21天我建議你做很多事 一開始看起來都簡單到不可能造成任何變化 但是從我的經驗來看 最簡單的行動往往是最重要 想法上的一個小改變 可以為人生帶來巨大的變化 每一天我們會處理一個不同的主題 我會先講講自己對這個主題的一些想法 然後給你一項我希望你在哪一天進行的鏡子練習 你可以一早起床就在浴室的鏡子前面做這個練習 然後一整天只要經過任何一面鏡子 或者玻璃看到自己的倒影都可以再做一次 你也可以隨身攜帶小鏡子 只要有短短幾分鐘的空閒時間就做鏡子練習 我強烈建議你將你的鏡子練習記錄下來 寫下想法和感覺 可以看到自己的進展 我每天都會讓你練習記錄 而且建議你可以提出哪些問題 幫助你開始踏出這一步 我相信每個人內在都有一股力量 一個與宇宙力量連結 愛我們 支持我們 為我們帶來各種風誠美好的高我 做紀錄幫助你連結這股力量 你會見到成長和改變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之內 另外我亦都會每天提供你一則心靈訊息 來支援你做鏡子練習 以及一個肯定句來幫助你將當日的主題付諸行動 最後我會提供一個引導式靜心 建議你睡覺前安定地坐在那裡 好好思考這些概念 如何讓你的人生變得輕鬆一些 同時美好更多 第一天的鏡子練習 1.站或坐在浴室的鏡子前 2.形是你的雙眼 3.深呼吸 然後講出下面這句肯定句 我想要喜歡你 我想要真正學會愛你 我們來試下 而且一起發掘出其中的樂趣 4.再做一次深呼吸 然後說 我正在學習真正喜歡你 我正在學習真正愛你 5.這是第一個練習 我知道做起來會有些挑戰性 但是請不要放棄 持續深呼吸 望入自己雙眼 而且在說話裡加入你的名字 我願意學習愛你 你的名字 我願意學習愛你 6.在這一整天裡 每次經過鏡子 或者見到自己的倒影 請重複這些肯定句 就算必須不出聲 也是可以的 剛剛開始做鏡子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重複念中肯定句是很蠢 甚至很生氣 又或者很想哭 這樣也不要緊 事實上是很正常的 而且不只有你才有這種感覺 記住我在這裡陪著你 我也都經歷過這些事 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一天的紀錄練習 1.做完早上的鏡子練習之後 寫下你的感覺和觀察到的事 你是不是覺得憤怒、心煩意亂 又或者這樣做是很蠢 2.做完早上的鏡子練習六個小時之後 再寫下你的感覺和觀察到的事 隨著你持續或者正式 又或者非正式地進行鏡子練習 你是不是開始相信你對自己說的那些話 3.記錄這一天裡 你在行為或者看法上的任何變化 鏡子練習有沒有變得容易了一些 4.又或者是重複做了幾次之後 你依然覺得很困難 4.這一日即將結束 想藏睡覺之前 寫下你從鏡子練習學到些什麼 第一天的心靈訊息 我闖開來 樂於接受 做鏡子練習是為了在生命中創造美好的事物 但如果有一部分我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值得的 這樣我們就不會相信自己對著鏡子說的那些話 這樣一來我們始終會開始想 鏡子練習根本是沒用 實際上鏡子練習沒有用 這個看法和鏡子練習本身 又或者我們講的那些肯定句沒有任何關係 問題是在於我們不相信自己值得 擁有生命提供的種種美好事物 如果這些是你的信念 請講出這句肯定句 我闖開來 樂於接受 第一天的靜心 愛自己 每個人都有能力更愛自己 每個人都值得被愛 我們值得活得更好 活得健康 值得被愛 而且去愛人 也都值得成功 而每個人內在的那個小孩 值得長大 成為一個很好的大人 所以請想像自己被愛包圍 想像自己很快樂 很健康 完整無缺 想像你的人生 亦都是你想要的模樣 填滿所有細節 而且知道你是值得擁有這一切 然後從你的心拿出愛 讓它開始流動 填滿你的身體 接著開始向愛日流 觀賞你愛的人坐在你兩旁 讓愛流向坐在你左邊的人 而且向他們傳送苦慰的念頭 用愛和支持環繞他們 祝願他們一切安好 然後讓發展你內心的愛 流向坐在你右邊的人 以療癒的能量 愛、平靜和光環圍繞著他們 讓你的愛在整個房間流動 直到你坐在一個 用愛圍繞的巨大圓圈裡 當愛從你心裡發出去 然後加倍回到你身上的時候 感受愛的循環 愛是最強大的療癒力量 你可以將這份愛散發到全世界 而且靜靜地和你遇見的每個人分享 愛自己、愛彼此、愛這個地球 明白我們是一體的 事實就是這樣 Amen